还有两个星期就过年了 民众纷纷涌到新春热卖会 抢购比市价便宜约两成的年货 商家表示 周末一天可以迎来上万人光顾 民众今年的消费力度不降反升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位于乌兰一带的新春热卖会 上午被年货采购团挤得水泄不通 受访民众打消到邻国拜年货的计划 转而在本地采购春节必需品 还有民众俱乐部为居民安排交通 到这里办年货 从早上八点开始 巴士就一辆接着一辆抵达 业者表示周末一天的人流量 可达五千人 比去年多了近百分之十 他们会想要找更廉价的产品 所以他们会特意过来这边 我们采用了一些自动化 来降低成本 还有我们的电费 也是用太阳能来降低成本 所以我们都尽量在控制我们的价格 位于玉廊与港路的热卖会 打出高达七成的优惠 一天吸引上万人到访 只是说选择方面会比较小心 能够买类似的 然后价钱比较便宜的话 就会去买了 是比外面的市价非常非常合理 那么货源充足 因为我要等到最后最后 那几天才来大抢购 我们可以带比较多的货进来 所以如果我们做 我们卖得多 我们的价格可以维持的 比较大众化一点 一般我们的价格便宜 可能会有大概20到30% 商家说 一般家庭的总消费金额 介于80到200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